大家好 我是雅雯基金會的聽覺口語老師 我叫李曉雲 雅雯基金會的成立啊 就是因為我們年安寧女士 就是Joanna跟她的夫婿鄭清明先生 在1996年的12月成立的 那成立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小女兒鄭雅雯 有著先天性的那個集中度的聽力損失 那因為雅雯接受了聽覺口語法的訓練之後 她現在的能力啊 其實可以很自然的開口跟別人對話 甚至也可以打電話跟別人聊天 那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學習的一些成果 跟療癒的效果之後 鄭先生跟妳安寧女士希望把這樣子的事業 是可以結合跟愛情結合在一起 因此在台灣也成立了雅雯基金會的這樣子的基金會 希望可以幫助全台灣的聽損小朋友 讓他們也有機會是可以開口說話 而且挺傾聽聲音 雅雯基金會的找牙計畫就是我們主要是服務 零到六歲的聽損小朋友 然後希望他們可以藉由聽能扶具器材的佩戴 所謂的聽能扶具器材就是包含了所謂的助聽器 或是人工電子耳 然後他們佩戴上之後可以讓他們學習聽 聽到聲音然後慢慢可以開口學習說話 我們雅雯基金會的服務主要包含了會是 常態性的聽覺口語教學的服務 然後還有嬰幼兒的聽能的評估 然後還有輔具的宴配工作 還有社會服務 然後社會服務的部分包含了一些家庭輔助 或是一些資源連結的部分 來幫助每一個聽損的家庭可以得到全面性的 照顧跟療癒的服務內容 那來說聽覺口語教學法 它主要的服務對象就是以聽損小朋友為主 那聽損小朋友他必須要佩戴上合適的聽能扶具器材 就像是初聽器或是人工電子耳 佩戴上之後我們就會教導小朋友如何去傾聽聲音 然後慢慢開口學習說話 再者就是小朋友的發展它其實是全面性的 那聽覺口語法也會針對這樣子的一些領域的概念 我們可能會結合小朋友的聽能學習啊 還有說話的訓練 還有一些語言的學習 認知的學習 及溝通的學習 來幫助孩子全面性的發展 以幫助他能力可以學習到是全面運用的很好 我們主要的療癒課程就是一對一的聽損療癒課程 然後所謂一對一就是我們課程的內容其實是主要 因為像坊間的教學他們主要都是老師去教導小朋友 可是以聽覺口語法而言來說 我們主要教導的對象是以家長為主 因為其實我們還蠻強調就是家長深度的參與啦 因為畢竟家長的角色它其實是對小朋友是最了解的 那如果我們可以藉由這樣子的課程訓練 將家長的一些教學能力啊或是教學技巧訓練的再更好 那家長其實就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技巧跟能力 時時刻刻在日常生活中去教導他的孩子 讓他的孩子時時刻刻 而且能將聽能融入在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後透過這樣子自然的學習 讓聽審的孩子都能在日常的生活中學習傾聽聲音 然後慢慢的去開口學習說話 聽覺口語老師一定會針對每個家庭的一些概況 還有他們主要照顧者的一個能力 去加強訓練他們的一個技巧的習得 我們現在目前也會針對 因為其實雖然台灣說小不小啦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比較是交通不便的 所以我們目前雅雯基金會有提供所謂的遠距教學服務 那所謂的遠距教學服務就是透過網路的一個視訊的方式 來進行教學活動 這個服務方式是可以減少家長就是這樣子交通往返的時間 然後可以讓他家長有更多的時間是可以在家庭中去教導他們的孩子 然後以遠距教學的方式主要的上課方式 還是都是跟我們來會上課的內容是一樣的 只是上課的方式是藉由 就是網路的一個連線視訊的方式來進行課程 就是簡單來說 因為可能每個人看到身上可能會配戴一些 可能特別不一樣的一些所謂的輔具器材啦 那其實簡單的迷思其實就像所謂的聽力損失跟我們的近視 視力其實也是比較是相近 就像可能是近視的人 就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因為是近視 所以我必須要佩戴上眼鏡 那聽審的小朋友也是因為他們的聽力 在聽力上面是有一些損失的 所以必須要藉由助聽器或是人工電子耳 然後去擴大聲音讓他們聽得再更清楚 所以這樣子的迷思其實也可以透過一些佩戴眼鏡的角度去看待這些佩戴助聽器的人是一樣的概念 聽名字表演出或何億 soon émon著最新的小鈴鐺 聽力走響 聽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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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endant